那天早上 我们在一家中介 等一个第三次爽约的业主来签约 左等不来 右等不来 我愤愤地发了个朋友圈 就有朋友说 他刚刚看了套开发商手里五盘的房 但是他暂时搞不定购房资格 推荐给我 我们立即丢下中介去看房 看完接到另一个中介电话 说有人看中了 我挂了两年没卖出去的房 问底价 我说他今天签约 我给他少十万 我要腾购房资格 然后就买下了这套有缘分的房 签约的时候 售楼员说 含了两个车位 我理所当然地以为 别墅含车位也是正常的 也没细问 因为是已经交房入住几年的小区 买完立即交房了 去验收 进出都要让我交停车费 我就问售楼员 你不是说含了两个车位吗 售楼员说 是啊 我说那你跟物业对接一下 他说你没有买车位啊 我说你不是说含了两个车位吗 他说我意思是 你门口有两个车位 你可以买 我说你这不废话吗 全小区的车位我都能买 你咋不说含了两百个车位呢 然后买车位 售楼员说 两个车位必须一起买 不能单买 我说我家就一台车 不需要两个车位 他说我告诉你了呀 含了两个车位 这不 又喜提俩车位 物业来交房 门上贴了张物业巡查房屋情况记录表 这几年 每次记录上这样写 地下室漏水 筑江 第二次筑江 第三次筑江 地下室漏水 地下室养了几只鸡 这种城区连排 送了两层地下室 以为减了个便宜 地下室的胜水 首先要解决出水点 这个出水点在地下 所以要先沿着外墙墙根挖土方 全靠人工 两个工人挖了半个月 挖出来的土要调下楼 放到地下车库 再请人来清运 这个土挖到底 就是地下车库的顶 然后做防水 再砌挡土墙 砌完之后 变成一条汗钩 然后因为铺花园石材的 需要给这条汗钩做盖子 工艺复杂 面积又小 台阶又多 到处找不到人肯接单 老张赏脸给做 也就难免要将就老张的大师傅 地下室的内墙 保险起见 也是先做了几遍防水 再起隔墙 隔墙再做防水 墙内墙外 前前后后 花了几万 我问设计师 地下室要不要装新风 他说不用 地下室的层高不够高 装了更矮了 不好看 设计师跟项目经理说 地下室这两层 怕春天潮湿 墙面起泡 用外墙镊子和外墙涂料做 施工的时候 正好是春天 雨水多 石膏板吊上去 一晚上就结满了冷凝水 镊子也发霉 吊顶也发霉 然后想起霉菌也有毒 又问做新风的业务员 还能不能加新风 业务员说 你吊顶都做好了 在家又要拆吊顶 我问项目经理怎么办 项目经理说 等天晴了 就把霉擦擦 马上再皮镊子 做涂料 如此操作了两轮 都是镊子还没干 就已经发霉了 他说 认识个专业做防霉的公司 让他们来处理 然后 防霉公司拿来一桶药水 对水滚了一遍 我看了一下 主要成分是基安岩 ZPT 都是抑制微生物生长的抗菌剂类型的东西 有轻微的毒性和过敏率 但厂家提供了安全合规的检测报告 清场时 我在工地发现了地下室 剩下的涂料是外墙涂料 逆子并不是外墙逆子 问项目经理 他说他忘了 给我退插架 我爸妈来了 住这一层 我不放心潮气 怕他们风湿 天天给他们开着抽湿机 一会儿一桶水 昨天我把抽湿机拆开来 让我妈擦一下里面的灰 我妈拿抹布用力擦 把里面的电热片都给擦趴下了 等我发现 问客服怎么办 客服说没办法 我说你们没有售后维修吗 他说这个绣不了 另外买 两千多 我妈不信邪 又用指甲和刀片 把它一片片扶起来 又能用了 因为新装绣 又没有新风 又不能通风 加上刷的外墙涂料 可能甲醛超标 还有防媒材料的毒性 我给他们买了台 舒勒氏空气消毒机 甲醛 异味 细菌 病毒 和粉尘 一网打尽 连我家那只 蒲公英一样 爱钓毛的猫 钓的毛 也都一起过滤了 喷嚏都能少打些 这一层给爸妈住 我终于放心了 就只是邻居家的鸡 早也打鸣 无也打鸣 晚也打鸣 鸡名犬就废 一犬废 犬犬废 鸡犬相闻 如之添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